来到我们的气象时间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季节 现在迈入盛夏的时节了 白天高温是越来越热了 像是昨天云岭的高温就标破36度 那么今天呢 各线市的高温普遍 有32到35度部分地区 热到标到36度 我们来带您看到呢 是气象局针对无线市发布的高温特报 有橙色灯号 也有黄色灯号 特别留意在中午前后呢 是宜兰县近山区 或是河谷地区 就是橙色灯号 代表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而在新竹县呢 今天是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物 来影响到能见度 其他地区的高温黄色灯号 包括花莲县纵谷 台北市哦 新北市盆顶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 也都有可能36度高温出现的一个几率 这么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 估计到月中都是类似的天气 我们来看到水气的部分呢 电量降雨预报呢 主要呢看到下雨的时间点 若再是今天的下半天 好是比较明显的 清晨其实水气是不多的 只有在恒春有一些的零星雨 主要降雨的部分呢 是在午后的热对流一发展起来呢 好会有短时的强降雨 我们看到主要分布在一些山区的地区 当然雨是也可能从山区往平地来扩展 有时候降雨呢还会持续到傍晚 那么地面天气土也要看到是未来的一周天气 大致上我们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主导的天气形态 风向吹的是偏东南风 明天周五也是多云道晴 午后中南部 大台北地区还有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那么受到沉降气流的影响呢 各地云量是比较偏小的气温偏高 在这个东部部地区 到台东恒川半岛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主要来说大体来说就是午后各地 都容易会有局部雷震雨的发生 所以呢气候天气 可能在一天下午的时候呢 会有明显的变化 那么刚提到云量偏小天气稳定的状况之下 那么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 那么现在其实南海一带虽然有低压环流存在 但是这个结构是不足以增强成台的 今天到下周这段时间的估计 还会热上好一阵子 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主导的